来到淡水溶体水岸边 爱猫人呼呼的雕像就坐在大树下 而一旁这本阅历相当吸睛 这就是2015年的淡水有猫桌笠 这份桌笠由当地照顾街猫的动宝社团发行 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来意卖 筹措街猫的医疗经费 我们每一年都会做一本桌笠 然后这本桌笠的收入呢 有一半都是 它大概全部的收入都可以当作 我们每一年帮猫咪 就是负担医药费跟饲料费 一半的支出 那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很多的摄影师 到我们淡水的这个猫点来 然后他们用很多时间跟耐心 然后拍摄他们最自然的一个画面 然后希望能够表达就是说 猫跟环境还有跟人和平相处的 一个和谐的一个美感 拿起相机按下快门 猫咪可爱的表情及丰富的肢体动作 一直都让许多摄影人着迷 而这位摄影大哥看起来有点陌生 不过照片里的扮相大家一定都认识 他就是淡水著名的行动雕像街头艺人林佳文 他也是淡水有猫社团的志工 而这次的桌笠里面更是有他精彩的作品 会来这间猫这边是因为有时候没有表演的时候 还是会来到处乱拍啊 然后再发现这边有猫 然后是因为他们就是认识这边的人 然后也是加入他们的社团 然后因为他们有社团里面有发现 就是一些需要帮忙的 然后就是才慢慢开始进入他们的志工团队 这样子 那一方面呢我们也要跟社会大众说 因为这些猫我们都有很用心在照顾 那不是说大家所印象中所想象的就是 流浪猫啊就是会脏乱啊什么的 但是我们都有帮猫咪做邪渣 然后呢帮他们做打预防针跟点跳蚤油的动作 然后只要一生病了 我们就会带我们就会带他们去看医生 所以呢就是一般人所会想象就是说 哎猫会有跳蚤啊 或者是说会有很多细菌啊 这些都可以不用担心 那因为有我们团队的照顾 所以这些猫能够在这个社区里面跟人 跟居民能够更和平的相处 团长表示这本淡水有猫的桌笠 里面的照片都是由社团志工所拍摄 里面还有一些接猫相关的小尝试 跟明星猫出没地点 让大家可以暗图锁记 而贩卖阅历的所得 也将全数投入照顾河岸边的街猫 有兴趣的民众也可以上网来支持他们的行动 记得陈伯伟淡水采访报道